好我们继续讲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DU的双因子认证 大概是这么回事 这个图其实讲的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你开始做VPN 然后去连接ASA ASA用Primary认证的数据库 来对你做认证 Primary就是我们的域 上面的用户秘密 用Primary来做认证 如果说这个也没有问题的话 它就会去连接 这个DU的云端的安全的服务 所以说一定要上网 ASA一定要上网 而且一定要有DNS 有DNS有人上网 好他就去联系服务 然后这个服务呢 他就会给客户发消息 可以是发短信 那么我今天呢 就是这个我的手机呢 就会收到一个推送通知 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 你看我们会选择这个DU push 就会说呢 ASA呢会找到云 云呢会给你的APP 发一个这个Push 然后呢你手机呢 就会收到一个提醒信息 然后呢你点提醒信息 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确认一下 确认成功之后呢 你就确认给云 云呢就回给ASA ASA呢就知道 第二次认证 那么就认证过了 然后呢你的VPN就播进来 就结束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呢也可以是发短信 也可以输一次性密码 一般来说比较简单的 你有APP的话 最好用那个Push 直接一个手机的提醒 然后你确认一下就结束了 会比较简单一些 好 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我是登进来了的 我先给你退一下 这个申请测试授权的过程 我就没法啊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截图 大家一会看看详细的截图就可以了 这个网站呢就是Due.com 你就用Due.com OK 这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反正你会发现 有些公司用着用着用着 就已经换logo了 你看这个Due security is now a part of Cisco 已经是这个Cisco收购了 应该收购的不久吧 我记得好像也就 应该在三年左右 两三年应该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 好那么我主要在申请这个过程呢 我建议大家看看我的截图 因为我都已经申请过了 简单看一下 我能够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 免费测试授权 免费试用 好你点它 然后进来之后呢 就要让你去申请一个账号 你一定要申请他们这个官网的账号 那这个时候就 这个邮件 电话 当然这些被我抹掉了啊 邮件电话 然后呢 这应该是公司吧 然后员工数量 然后呢 你点这个人机 人机身份验证 然后创建账号 就OK 你要创建你的账号 创建账号之后 创建账号啊 创建账号之后呢 好 然后呢 紧接着 呃 他就会给你发封邮件 啊 就是当你这个一提交 他就会帮你发封邮件 然后呢 你去点那个邮件来确认 确认了之后呢 就会引导到这个页面 让你去创建 你的这个邮件为账号的相应的密码 有时候这个部分呢 就相应的有密码了 啊 你给自己试一下 呃 我测过是这么回事 呃 我不知道为什么拿我们公司的QI糖点抗的 就 就申请没有反应 呃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晚了一会儿 我没有看到 反正我拿QI糖点抗就没有申请成功 我用的Gmail 反正就立马有反应 反应快了去了 你这一取消那边就有反应了 啊 呃 你们在 你们在换换邮件 我不太能够确定 反正我觉得Gmail反正瞬间就有反应 然后我用前一堂的好像就就有点问题 反正我好像就觉得没说到啊 或者说我好像又看到他一样 好像说有有什么问题啊 反正你最好用一个 有Gmail最好Gmail 哈哈哈 OK 你也可以试试其他邮件 反正我不能太确定 反正我知道Gmail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反正我们前一堂的好像是有点问题啊 好 你确认邮件 然后这呢就为你的邮件为用户名 然后呢 相应的密码 好 有了密码之后呢 紧接着你下一步的时候 请注意啊 你下一步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弹出一个一次 一个二维码 二维码我确实是没有忘截图了啊 就会产生一个二维码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在App Store里面去下载这个Due Mobile 这么一个APP 然后下载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 Aid Account 然后呢就开始扫描二维码 那么就会把这一步产生二维码 做一个扫描 扫描完了之后呢 就有这个Due Admin 我们QI行的Due Admin的这个 这个一次性密码就出现了 那么有时候呢 第一步呢是输密码 然后第二步呢是产生二维码 你安装APP 你Aid Account 然后你扫描二维码 然后就OK 那么你就已经成为这个 这个QI堂的管理员 然后你有这个管理员的一次性密码了 OK 好紧接着呢 下一步 它会有一个备份用的手机 就说万一 这个其他方式联系不到 那么可以用备份的手机来通知你 我说过 这个一次性密码呢 可以最靠谱的就是这个 它的APP的一个push 然后推给你直接确认一下就好 那是最快的 还有呢 你可以输 你的手机上面的那个一次性密码 这是第二个 那么实在没办法 它其实可以给你发短信 OK 短信也是可以通知你的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结束之后 然后最后 那么就要让你去输 你是管理员 这个一次性密码 它让你去确认一下 管理员的一次性密码 当然呢 你也可以 点这个Due Push 它说又会给你APP 发一个发一个信息 然后你就进去了 现在呢 应该我应该是有账号吧 输用户名输密码 让我们登录 你看一下 它依然可以发一个push到我的手机 我发现我用这个就就收不到 其实来了 我的手表就收到了 好点它 你确定 OK没问题 这个操作好了 我发现这个方法 比较适合手机的操作 这个直播效果还不错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进来了 然后呢 我里面的操作都干掉了 里面的操作都干掉过 只是 就说刚才申请的过程 我没有办法再给它重现了 因为我邮件已经用了 我们公司的邮件又用不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开始 你要去保护你的APP 那么保护我的APP呢 你会发现我最爱用的这个 也可以支持 下一次我 我用 这个也可以试试看 这是我长期用的一个 保护我密码的一个程序 你看 你看这个 我的密码现在都是保存到这个 这个上面的 OK 好 我们直接说今天的吧 Sysco ASASO OK你要保护它 好 基本上就 就差不多了 这个配置很简单 它帮你产生了三个 三个信息 好 然后呢 我可以解释一下 首先呢 你需要去从它这儿 去点击它 然后下一个它的package 其实在玩很小 其实就是一个JS文件 JavaScript的文件 一会儿呢 要通过一个很神奇的操作 要把这个JavaScript的文件 嵌入到网页上面 好 也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当然在我的这个实验环境里面 已经下载过了 好 下载啊 下载 我这儿已经有了 把这些最小话 最小话 先断了 以后啊 就点这个就OK 好 那么这个应该放到了我的 我记得应该放到了 C盘 跟目录 C盘跟目录 就是这么一个 我解压说了啊 一个JavaScript 这么一个脚本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扭了它之后呢 就紧接到这个 Clientless Clientless Portal 然后呢 网页内容 导入一个 从本地 C盘跟目录 好 然后呢 就import 好 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 这就是相当于 把一个JavaScript 放到了这个 ASA的这个 本地 然后呢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JavaScript 嵌入到它的 你输用户密码的 那个首页里面 好 我们导入一下 导入一个JavaScript 这其实就是导入一个JavaScript 好 JavaScript导入之后呢 紧接着在Portal 我们可以自定义Portal 默认的登录页面 其实这个东西 应该我在 我在ASA的高级课里面讲过 就是说它的登录首页 其实可以自定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页面 这就是它的登录的首页 这个首页 其实可以自定义的 完全可以自定义 Logo也可以换 换成中文也没问题 加上你们公司的Logo 也没问题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对它进行自定义 我们主要是在这个Title 其实也就是在首页 最首页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Title 这个Svpn这个Service 这个Title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JavaScript的 一个脚本 这个我贴一下 插入一个JavaScript的脚本 这个简直是简单而暴力的 就直接在这儿 藏了一个JavaScript的脚本 OK OK 应用一下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 那么我应该 我觉得应该要重新刷新一遍 这个抓了 好 我给你重新刷新一遍 它其实就是 应该在后面的位置 这儿 你看啊 就在这儿显示 SvpnService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有了这么一个JavaScript的脚本 就有 诶 这个文件没有吗 不可能 这个可以直接点开的 诶 不应该啊 我重新开一个啊 我这应该都保存了吧 CSCOE 诶 诶 这个是换了一个地址 哦 我再看看啊 我这儿好像变成了 这个还会变的吗 CSCOE 这东西还会改变的吗 那不是一个固定位置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改一下啊 我再重新看一下游览器 台湾 我看看啊 它应该是嵌到了 让我找到Service 这个 这个脚本 不是这个 跑哪儿是吧 SSO VPN 这个 这个 这不能直接打开的吗 等我登进去再说啊 我先登进去看看 我用VPNUser 这个打开了 这个没问题了 这个打开了 就是这是一个要登进去之后 登进去之后 这个JavaScript就能打开 就能加载 OK 这个比较重要 其实就是他的一些所有的逻辑 调用通过这个JavaScript来实现 JavaScript来实现 没人也过分吗 没办法年纪大了 然后呢 这个JavaScript的我们确定了 已经加载没问题啊 好 那么这个加载的没问题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设置 这个设置有点麻烦 他给了这么三个信息 那么这三个信息应该怎么来使用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要创建一个 也是一个LDAP的服务器 它依然是一个LDAP 也就是说呢 这个Duel这个云端的Servor可以提供的 其实也是一个LDAP的服务器 我们新建一个 我把这个稍微说到旁边去啊 首先第1个呢要起一个名字 名字不重要啊 名字不重要 我叫 Duel LDAP 好这个名字不重要 一定要注意 它是LDAP的 所以是第1次我说实在的就这两页啊 我使了 5遍吧 各种错 这个里面有很多细节 首先呢这个Duel LDAP 这个名字不用啊 LDAP比较重要 这个 用0 RegionID用0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这个就没啥事了OK 好 这个应用 然后呢 在这个下面 你可以 编辑一下 这个里面的坑表录 首先第1个 我们 是通过outside访问互联网的 所以说那里要通过outside 来访问这个Duel的云端服务器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然后呢这个服务器在什么地方 这个服务器在什么地方 看一下啊 服务器在什么地方 就他 服务器就是他 好那么服务器在什么地方呢 服务器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啊 没问题啊第2个 好这个timeout 60秒 一般来说我建议你真的要保留60秒 否则的话这个他应该是反应不过来 好然后点上这个钩 是 这个 加密的LDAP 通过S 加密的LDAP 端口号呢他就会自动会变成你看啊 端口号呢他就自动会变成636 outside 这个地址没有问题 加密没问题 这个服务器 让他自动选择 哎 不对不对 我选错了 我选他啊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刚才没有改这个东西 我刚才应该没改啊没改啊 选他 0.a outside 好他的地址 然后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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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 然后呢 加密 然后呢 这个类型呢他自动检测这没有问题 好 Base DN这个地方比较重要 那么 你把 你把这个 key 复制出来 啊 他其实是这个用户名 要做成这个 DC等于 他 DC等于 Due Security 呃 逗号 DC等于 抗 好我看一下啊 后面是固定的 DC等于 Due Security 逗号 DC等于 好前面呢也是固定的DC等于啥这个啥就是他 就是他 我看看 EX RC结尾 EX RC结尾没问题啊 好 那么Base DN也是他 然后呢登录的 登录的这个 DN也是他 两个都是一样的 Base DN也是他 登录的这个 Login DN也是他 好 这个命名的是CN 就不是商业 Count 好然后这个密码是什么呢 密码是他这个 点一下 他加载还需要华尔时间 他会帮你产生那个一次性密码 这个就比较长 你复制一下 我先确认一下 好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的 密码 密码 应该就没有了我再给你回忆一下首先是outside 反正你是从哪个接口去上网 那就是那个接口 紧接着呢就是这个 APCI的这个域名 贴到了这 然后呢IP地址呢 这个时间呢一定要60秒 否则的话客户应该有点来不及 然后呢你点这个加密 自动选择类型 然后呢 现在就用到 这个 Key 这个Key呢是用来 DC等于他 然后后面固定的 DoharDC等于DueSecurity DoharDC等于Count 然后呢 这个BaseDN和LoginDN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把它上面做好 贴下来 然后 这个 命名是用CN不像那个 这个微软活动目楼用3 CN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Password是 这个 辅助过来 贴到这 我看看啊这个特别同意错误 好应该差不多吧 OK 好这个算是就算是做好了 他做好了 好他做好了 这就是 你的第2次认账 的 这个服务器 这就算做好 好这个做好之后呢紧接着你到 你要去配置 你要去配置那个Tunnel Group 要配这个Clientless的Tunnel Group Connection Proof 其实就是Tunnel Group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编辑一下 首先呢你先确认一下你的这个 DNS有没有设置好 这个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呢紧接着呢这个做好之后呢紧接着呢你的第2认证 第2认证你的第2认证 用 Due Security OK 然后呢你的密码第2次认证的密码就用你第1次用户的第1次认证的密码 因为 因为其实只是 第2次认证只是密码第2次认证没有用户名 所以说呢这说呢 就用你的第1次 的这个用户名来做第2次的认证的用户名 可以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这个做好了 好这个 也做好了 好下面呢我们还要稍微去改一下Client Proof 我们Client Proof 我们编辑一下 下面呢这个也是要60秒 这个地方也要换成60秒 你有什么样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 因为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一会是 我们要通过这个无客户端 我们要通过这个无客户端 然后呢去做一个用户的注册 我们要通过无客户端 做一个用户的注册 注册完了之后呢 我们后面呢就要用anyconnect的拨号 anyconnect就要再通过这个Client Proof OK 这个决定了anyconnect的这个超市时间 这是anyconnect的输密码的超市时间 然后刚才呢我们的 Client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无客户端 网页模式的 这个认真的策略 好这个两个都做完 看一下这两个都做完 下面呢我们就来 就来 测试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先 看没有过进去吧 我推出来 关掉网页重新来 好这个时候呢 输 一定要通过网页 一定要通过网页 因为通过网页才能够注册 第一次一定要通过网页 后面就不管了啊 呃 诶 我想想啊 这个不应该啊 这要注册才对啊 我看看啊 Client Proof 编辑 第2次认证 Due 应该 应该第1次输网页的时候是不存在输一次新密码这种可能性的 看看我都保存了吧 是好的 怎么会这么奇怪呢 看看啊 https 202点1001点1点10 让我输二次密码吧 这个不需要的 我想想这个问题出在哪了 应该是这样的啊 应该是第1次我们先看一下 应该 应该正常 你第1次 你还没有绑定账号的时候 你第1次只是输用户密码进去 只是输用户密码进去 然后呢 再开始这个 然后呢 再开始这个一个绑定的过程 绑定完了之后 他才知道这个用户名 要把这个用户名和一次新密码进行绑定 对吧 因为现在我根本都没有绑定账号 我怎么输入第2次密码 这个怎么突然一下出了这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 功能关掉 再试试看啊 vpn user 这个没有起作用 我再试试看啊 应该就是 激活 但是第1次应该是绑定才对 我出来什么问题吧 我们再试试看啊 哎这是要输密码 让我想想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应该不需要输密码 这个太神奇了 下注一个 怎么会突然要让我送密码呢 应该要先绑定啊 我把这个缓存再清一下 这个感觉很奇怪哦 这个感觉很奇怪哦 这个居然要输一次新密码 让我想想啊 这个居然要输一次新密码 哎我这是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个情况了呢 应该是 你就输普通用户密码 然后进去然后输这个向导 我想想啊 是不是因为 还是我这脚本的问题啊 那我再看看脚本的问题 我感觉好像还是我的脚本的问题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直接访问这个脚本才对 不对应该是这个脚本的问题我觉得 应该在这就可以访问这个脚本 我重新加载一下脚本 我感觉是这脚本的 脚本出了问题 脚本出了问题 Clendless Portal 我重新删掉一下 然后 自定义 我还是贴一下我这个 我这个啊 以前都是用贴的 这个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OK OK 我再试试看 这个脚本应该是正常 就是你不登进去的时候应该就可以访问他才对 对 对 那我想想想 那我想想HGDP 这应该出问题了 这个脚本应该正常你再在这一点就能点的进去 我再试试看啊 我再试试看啊 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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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加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输一个叫 DUE 不对 反而不了啊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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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哎,我说的JavaScript神奇今天就这么神奇的吗 我要么重新加ASA,就是说这个链接一定要访问,这个链接访问不了,这个JavaScript的肯定就不行 1.deal 这个JavaScript怎么总是访问不了的,我重新加ASA 什么东西你们认为 应该是 那个JavaScript应该有问题,应该可以直接 直接能够 应该就是直接可以加载才对,我那个加载不了 我把我这本地的加载一下,重新再灌一下 这个实验做了很多遍了 第一次出这种加载不了的问题 再等会儿啊 这个其实是文本的,你其实可以直接复制它 就这么 旧的那个JavaScript 我再确认一下,我的JavaScript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 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JavaScript啊 有就不应该有问题 好,我再看看它都可以砸啊 好,我再看看它都可以砸啊 自定义 编辑 Pitle script script 我再确认一下啊 在文本中增加它 我再复制一下它 我再复制一下它 https 今天是要是奇怪了 这个JavaScript的死活就防不了 应该可以直接,绝对要直接加载才行啊 绝对要直接加载才行 我收一下 呃,我再想点加着 这个JavaScript居然下载不了 居然下载不了 它就没有云端的吗 等会儿啊 我再把它移动 这是一个J并件 JavaScript 我再换一个地方 这个不应该 这个这个我应该是做了很多很多遍啊 我删掉 我应用 我导入 我换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不重要的应该 我再看这个链接怎么样啊 我再看这个链接怎么样啊 应该的设备来提供每个JavaScript 都应该是可以的 Due Cisco Jazz 诶 这个好了 这个是好的 好,等会儿啊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好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OK 我应用 我发送 然后呢 看看啊 刷新 诶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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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啊 这个JavaScript怎么回事 今天跟我较劲啊 好了啊 应该好了 你看看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JavaScript 一个破JavaScript 加载不了 我收一下 Due 没问题啊 这个这是可以 这必须要那样才可以啊 要直接能加载就可以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输 微信 优势 因为他开始让我输一次密码 我哪有来的一次性密码 登录 好 这个对了 JavaScript运行了 然后呢 我是第一次登录嘛 啊 刚才刚才的问题就是JavaScript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就始终读不了 感觉这个路径错了 我感觉刚才就是路径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 就错了 没有问题啊 现在开始设置 然后呢 就用电话 然后呢 随便输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是备用的 一般情况下你不用 如果说你不想 收短信的话 其实你随便填一个 我随便加填一个啊 但你输错的话 他就没法给你发短信了 我这个iphone 好我已经有这个APP 好这个时候我要 翻转一下 稍等啊 这个时候呢就会需要 就需要他 添加一个 好他就有了 OK 但是这个密码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用啊 一会他主要是推给我 我美元也有点过分吗 等会儿我再把我的手机支起来啊 稍等稍等啊 好那 基本上OK 你就continue 我手机已经确诊过了 好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选择或者说呢直接让他去push给你 那让我选择 好这个时候呢比如说 他给我发一个push给我 等会儿啊 你可以输这个密码也可以接收这个push 你确认一下 我觉得不一定要不一定要输密码 你看看一下啊 这个一个push 就OK了 你呀 这样就这样就拨进来就输了一次性 输了用户密码 然后呢绑定了 然后呢又让你输了一下你的密码就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你可以登出的第1次一定要绑定 第1次一定要通过网页通过这个javascript来绑定 绑定完了之后呢后续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后续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来拨anyconnect 好你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你输你的密码啊已经绑定完了啊已经绑定完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让你输密码这个时候的密码我们来刷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输 868369 好这就播上去了 第1次 第1次一定需要 第1次一定需要通过网页来绑定 第1次一定需要 那但是后续呢其实就不需要了 OK 那我再次看看啊微信 我再看看这个时候正常微信user 反正第1次一定要 通过 网页来绑定 好这个时候呢比如说 网页就可以用push 也可以输一次印码直接输 也可以用push 我 iWatch应该就直接可以搞定 OK 没问题吧 那么网页就可以 刚刚才那种效果 那么anyconnect没办法anyconnect没有办法anyconnect只能输一次新密码 anyconnect一定要输一次新密码 但这个网页呢就不一样网页呢就可以 既可以push也可以 输一次新密码都是ok的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云端这个管理的部分 你在这儿呢就可以看到你刚才的用户 他一定要你知道刚才那个那个上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帮你 绑定用户 到一次新密码 OK 绑定这个用户 和这个 和下面这个位置 OK你看这上面是管理员吧这是管理员的 下面呢 这个就是 刚才绑定的vpnuser的一次新密码 他一定要做一个绑定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vpnuser的一次新密码就是他 这个vpnuser就是他 好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 我们再试一个 我们这儿退出来 我们这儿 出来 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应该叫做 CiscoSSO 你又需要再绑一次 这个时候又要再绑一次 好这个时候呢你又得再绑一次 那你看又产生了一个新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Cisco的 OK 就是这个Cisco的这个 一次新密码 好 continue 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 继续来一个push 或者说咱们 这儿吧 我们可以在这儿也输 输一个一次性密码 一次性密码现在我再刷一下 620709 620 709 OK OK的一样 好 好你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你在这个云端 就能发现有两个用户 两个用户 好 那么当然你可以把它删了 把它放到垃圾桶 OK 然后呢你在垃圾桶呢来 最后一下把它彻底删除 就可以了 好 而且呢 刚才呢我们是让客户一个一个的去 一个一个的去同步的 其实呢它还有更高级的功能 就是说呢它可以 像你要让每一个用户同步 可能 这些用户呢可能有 接受不了这个 复杂的操作 其实呢它还可以支持 这个 目录同步 它可以支持这个 当然我觉得你这目录的话肯定应该是在 它能够通过云端能够访问的 那所以说呢我觉得你看它这个第1个推荐 最好的就是说 那你在这个微软云上面有一个目录 微软云有目录 那么直接可以同步 然后openl tab 我不知道AWS上面也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提供一个 AWS上面应该也可以提供活动目录 你也可以就说现在很多的公司把这些目录都不应的放到本地 最好的呢当然就是微软的活动目录 微软云的活动目录 其实AWS呢也应该给你提供云端的活动目录服务 我觉得这个估计也可以跟AWS的活动目录来同步 OK 所以现在都是云端了 就是没有必要跟你本地的东西来进行同步了 我觉得 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这儿还可以看到这些设备 你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些设备 设备信息 然后呢设备跟用户的绑定关系 这个设备 我记得开始应该还会有一个 灾药信息 应该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灾药信息 OK 差不多啊 那么 今天我就 先我就讲到这儿吧 基本上这个效果呢我觉得基本上都做出来了 这个整合其实唯一的难度就是 其实我都不觉得JavaScript是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今天我JavaScript为什么一直 出了好多的问题我觉得比较难填的就是他 这个地址 然后这几个还有密码 他容易填错因为我以前死了几次都是在这个地方死的 JavaScript今天还是真是第一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开始这个路径一直访问不了后来我换了个名字换了一个路径然后JavaScript就访问了 我觉得要检查就是一定要检查在这儿 这个位置 看看圆码 然后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直接点开 点开肯定就没问题 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一直都点不开 好我觉得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时间时间还有点多啊 我们可以再聊聊其他的东西 我先把我这个录像先停了